我们一颗小小的脑袋瓜究竟有多重 人类的头颅平均重约5公斤 而当你低下头45度角的时候 由于地心引力的关系 你的脖子为了要hold住这颗头 要承受20公斤的重量 所以低头滑手机的朋友们 你知道我们的脑袋瓜有多少分量了吧 嗨 欢迎来到医女爱保养 我是现代医女都城云 让我们一起爱保养变健康 我们这个小脑袋瓜不仅容易胡思乱想 还很容易这里痛那里痛 除了头痛 眼睛痛 牙龄痛 这种显而易见的痛以外 还有很多很多的小毛病 像是头晕 头脏 头昏沉 思考不清 还有脑雾等等 其实我们脖子以上的脑袋瓜 还蛮容易出状况的 头部的气血循环非常的重要 在中医里面就说了 头为诸阳之慧 面为五脏之滑 也就是说呢 重要的阳气呢必须要上注于头面部 而且呢我们的五脏六腑好不好 其实看脸就知道 所以中医师为什么有时候不用把脉 就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呢 主要就是看你的脸就知道 所以呢我们上班的时候需要用这个脑袋 下班的时候也要用这个脑袋 常常下班的时候已经没电 脑子已经当机无法使用了 我们要怎么样来保养我们这颗脑袋瓜呢 我们的头部为珠阳能量汇聚之处 全身的十二经络跟任多二脉的都会上行头面部 所以脑子呢必须要保持充足的气血跟氧气呢 才会正常运作 而我们的脑子呢也对我们的身体要进行全面般的调控 如果你每天愿意花一点时间 大约五到十分钟进行头面部的按摩呢 不仅可以帮助你增加头面部的气血循环 疏通经络 还可以做排毒 还有呢更可以让你头皮年轻 头发健康 身体的猪斑经络更为通畅 我们今天介绍六个在头面部的穴位呢 来帮助你调理头面部以及身体的经络气血 第一个呢是百慧穴 它是全身气血交汇之处 也称为万能穴位 为什么呢 因为头顶呢有大量的血管跟神经的通过 所以按摩百慧穴可以帮助我们调整自律神经 帮助睡眠 还可以恢复精力 化解身体的疲劳沉重 预防头晕 促进新陈代谢 还可以预防掉头发 而且除了可以疏通头部的经气以外呢 还有助于缓解中风后移症 还有改善过敏性鼻炎 百慧在哪里 在头顶的正中央 从你的耳尖呢 画一条线到头顶 再从你的鼻子跟额头中央画一条线 这个十字交叉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百慧穴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哦 用你的大拇指按在你的耳间 中指锁指之处呢 就是百慧穴 第二个要保养的头面部穴位呢 就是硬糖穴 硬糖穴呢 在两个眉毛连线的中间点哦 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呢 大脑是我们的清净之符 所谓的清净之符呢 指的是轻阳要升 猪着要降 保持我们头脑的清明呢 才会让我们大脑运作健康 因此呢硬糖穴就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们常常按摩我们的硬糖穴呢 可以让我们的脑袋瓜清晰 精神爽朗 还可以安定心情 明目 甚至还有去皱跟通鼻翘的效果 第三个要介绍的是精明穴 精明穴的功效 一听就知道是要明目用的 除此之外呢 举翻眼睛干涩 眼压大 眼睛疲劳 眼睛闷胀 或者是看东西不清楚 甚至是夜盲症等呢 按精明穴都会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善 而且呢 精明穴也可以改善疲劳 精神倦怠 还有呢 可以减缓心悸的作用 精明穴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眉毛跟眼睛的中间点的地方喔 眼眶的凹陷处 第四个要介绍的是鼻子两侧的银香穴 银香穴呢 有喧肺气通鼻翘的作用 对于一些呼吸道的症状感染呢 有缓解的作用 所以呢 你有过敏性鼻炎 鼻塞或者感冒的时候 鼻子不通呢 都可以按银香穴来作为缓解 还有喔 像是长心冠后遗症呢 不闻香臭 没有嗅觉的人呢 也可以多爱银香穴来进行改善 银香穴呢 位于我们鼻子旁边胖胖的鼻翼的 两侧的中间点喔 也就是我们这个法令纹的上端 第五个要介绍的头面部的穴位呢 是人中穴 人中穴呢 就在我们鼻唇沟的中点喔 在中一里面 虽然说是上三分之一 跟中三分之一的焦点 但是一个手指一按 绝对可以按到你的人中穴的 人中穴有什么功能呢 它可以醒神开窍 镇静安神 通经络等作用 向来是急救穴位 像是昏厥 低血压 中暑 昏迷或休克的时候 都可以重按人中穴 而人中穴的按摩 也有保健牙龈 跟舒缓 脸部神经的功效 最后第六个要介绍的是 沉浆穴 沉浆穴呢 有消肿止痛 提神醒脑的作用呢 不仅可以改善我们面部的神经麻痹 牙龈肿痛 口腔溃疡 还有消除我们面部浮肿 美化曲线的功效 此外呢 更可以治疗中风 昏迷 还有休克的症状 沉浆穴位于下嘴唇 跟下巴之间的凹陷处 当你放松嘴唇的时候呢 更容易找到这个凹陷 最后还是要给大家安利一下许氏的花旗生茶 花旗生跟人生不一样哦 花旗生性良 对于压力大脑压高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们呢 可以帮助你放松 需要提升免疫力的朋友呢 每天喝不仅不会上火 还可以让你白天精神稳定 晚上睡个好觉 以上是美国许氏深夜集团 想要与你分享的养生资讯 更多的健康保养 请上现代姻女杜成瑜的脸书 以及YouTube 也欢迎搜寻姻女爱保养的Podcast 喜欢的朋友们 请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以及分享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